挪威的贝尔根大学研究团队近日进行统合分析 结果发现如果你从20岁开始 就采植物性的饮食来取代加工肉 高脂肪、精致淀粉和高钠的传统西式饮食 男生最长可以延寿13年 女性则可以增加10年的寿命 来看详细的研究报告 一份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的论文指出 食物是健康的根基 据估计因为采取高风险的饮食模式 每年约有1100万人因此死亡 2亿5500万人因此残疾 为更好的解释 利用现有营养研究的成果 了解饮食选择如何影响预期寿命 进而提供人们更好的饮食指南 挪威贝尔根大学研究团队 取得204年来 全球各地286种死亡原因 369种疾病与伤害 以及87种风险因素等数据 并进行统合分析 结果发现 多摄取包含豌豆、扁豆等豆类 以及全穀物与核桃、杏仁、开心果等坚果 对于承受能产生最大的帮助 其中 多吃豆类让女性预期寿命增加2.2年 男性增加2.5年 摄取全穀物 让女性增寿2年 男性增加2.3年 吃坚果则让女性增加1.7年 男性多了2年 减少加工肉类 让女性预期寿命增加1.6年 男性增加8.8年 减少红肉摄取 可让女性延长1.6年的寿命 男性延长1.9年的寿命 研究团队总结 饮食习惯改变得越早 产生的健康好处就越显著 自20岁起就改变饮食习惯 舍弃高脂肪、高钠、红肉与加工肉类 转而多吃蔬菜、水果、全穀物与坚果 可以让人增加10年以上的预期寿命 即使到80岁才开始改变 仍可增加3.5年的预期寿命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